这条拉力比较大 哇 这条大了 今日最佳 现在在美国这边是冬令时 然后它每天的时间往后推了一个小时 所以说太阳下山在4点慢左右 咱们白天的时间也是不多啊 水位还是不错的 今天咱船应该不会搁浅 哎呀 这样就下去了 这今天船的弄很脏了 走嘞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款 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耳 这款耳就是Megabass的Vision 你们应该很熟悉了啊 咱们今天用的是50磅的碳线做导线 钓狗鱼啊 这个50磅是必不能少的 这个Megabass这个悬浮米诺啊 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悬浮的样子 它就是基本成一个45度角 在水中它成一个倒立的姿态 这一款我用的呢 它是一个浮水米诺 所以说我即使把它抽停 让它沉到水底下 然后它也会慢慢往上浮 它上浮的速度非常非常的慢 冬天就是要慢 像这种悬停和慢速上浮 是非常好的 上浴 今天第一条 一条黑狗鱼 这条不是很大 但也算是开张了吧 在冬天水冷下来了以后啊 这些鱼呢 它基本上都喜欢待在水底 然后它身上就会被水质咬了 这些很多伤口啊 其实狗鱼啊 它们是出了名的喜欢吃大耳 咱们今天用的这个浮水米诺啊 大号是非常符合它们的胃口 咱继续调 它这个耳包装上所写 它所能沉的深度 它还要看你用什么线 你像我这种一丢出去 就立马这种抽停这种 方式来调呢 它这个耳其实沉不了多深 它一般就在水面以下一点点 哎呦 哎呦 我操 来了 这不就来了吗 白板狗鱼 这不就来了吗 咱们今天第一条白板狗鱼 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 它的鳞片有一些异常 看它的鳞片的方向 和其他周围的鳞片方向不太一样 它这里可能以前 被什么大狗鱼咬过一口啊 所以说它这已经愈合了 不算大 但是作为第一条 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放它走了吧 再来一条 今天这会是另外一条白板狗鱼吗 还真是 哇塞 这哥们儿嘴张的是挺大的 这条好瘦啊 看到没有 比刚才那条小很多 这个地方果然藏鱼 一个钩钩到了鼻孔 这得多疼啊 兄弟 给你取出来吧 这是咱们今天第二条白板狗鱼 两条鱼相隔没有很久 大概就三分钟吧 这条特别瘦 比刚才那条小很多 这个米诺它跟其他的米诺动作不太一样 大部分米诺它在水里 它的悬停状态都是横着的 但是这个米诺呢 它的水里悬停的状态 它是成一个倒立的一个形状 其实像快冰死的这种小鱼啊 它保持不了平衡 它更像是这样一种状态 所以说像这种捕食性鱼类 看到这样一个姿态啊 它可能就更想去上去咬 你看我有个这种夹子非常好用啊 想定到这的话 就这种夹子夹到旁边的树干上 咱们继续钓吧 因为东京耳鱼的资源非常有限 所以说你能找到一条狗鱼 那证明这里有狗鱼 待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它这里有食物 它这里应该还会吸引更多的狗鱼在这里 再来 再来一条 第三条 果然有啊 它们都待在这里了 这条勾得非常的浅 很容易跑掉 咱上来再溜一会 拿过来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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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差点差点差点 来来来 来嘞 它的尾巴后面都感染了 看得出来吗 它应该被另外一条狗鱼给咬掉了 这里面的生活是非常的残酷啊 然后在这个条鱼呢 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疤痕 这条河里面 这狗鱼的生活条件是非常的残忍的 竞争非常的激烈 特别像冬天这种食物短缺的情况下 你只要找到鱼群 它们在一块就自相残杀 为了抢夺这个鱼的资源 走吧 你看我的收干方式 这样你看 抽一下 然后把线收回来 抽一下 把线收回来 然后再抽 再收线 对对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对很好 就是这样 你会钓上的 哎呦上鱼了呀 不错呀 这是不是你第一次用婴儿上鱼 第一次用米诺上鱼 现在相信婴儿能上鱼了吧 现在还能上鱼 咱们现在换一个小的那个Megabass 这个耳比较小的话 说不定会有更多鱼会咬 咱们用这个再来搜索一遍 这个耳呢 我甩出去 先会让它转几圈 然后让它潜的比较深 然后再开始抽停 咱们这个耳搜索都是水底 哇 上了个什么 我的天哪 小米诺上了条大鲤鱼 这里的鲤鱼真是成金啊 连米诺都吃 哇塞 给大家看看美国的鲤鱼 哎呦 这个他妈大了 哇塞 兄弟们 传闻中的美国鲤鱼成灾还真不假 今天就给大家看看 这个鲤鱼筋连我们的这个米诺都吃啊 你看这背好肥啊 大鲤鱼 哈哈 你看这背有多厚 这么大一条鲤鱼 哎呀 咱把它放了吧 走你 来了 哎呀终于上鱼了 来 挣扎就掉王子里了 先给你钉上 不然呢今天终于破龟了 哎呀我好几天打了好几天龟了 这条很漂亮 这条很不错 身上一点伤痕都没有 对有个两磅放了 两斤多放了 哎呦我去 哎呀 怎么样现在对米诺有信心了 对我现在终于终于这个这个学会怎么用了 哈哈 不错不错不错 就是抽屉 对 刚才就在这儿掉了 嗯 你刚才甩在哪里 那是那个地方 嗯 哎我就随便一甩 咱继续找 走继续找 多整几条 今天咱还没有上比较大一点的呢 这个都是比较小一些的 然后刚咬的时候感觉拉力很大 我想那得有四五磅 哈哈哈哈 没想到 没想到也没有 这种冷水鱼还是不容小看呀 冬天也是很有拉力 漂亮 呦呼 不过这条不大 我拉了 来来来 哇这个大了 大是吗 还大吗 我先拆一个 哦 是个是缠到树枝里面去了 但是还在 还在哦 对鱼还在 我以为很大 它缠到树枝里面去了 但是鱼还在 我得我得把它捞起来 哇咱俩同时种鱼啊 我把这个捞起来 不大 不大 哈哈 我跟福安哥同时上来 拉住这个奖 你放 你放了吧 我这个得那什么 我这钩 有点卡的 就是太太里面了 这条算是咱们钓的最小的一条啊 放了吧 上 这里 这是一条黑狗鱼 但是比刚才的白板狗鱼还要大 哇 这黑狗鱼挺大的 大家看这条黑狗鱼 这里有个伤痕啊 它已经开始腐烂了 不知道是什么伤害造成的 刚才那个伤口 它虽然说有很大 但是从这个鱼的活性上来讲 我觉得对它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那条鱼应该可以活过这个冬天 上鱼 再来一条 兄弟们这是今天的第七条狗鱼了 走吧 再上 第八条 还是一条黑狗鱼 哈哈哈 找到窝了是吧 哈哈哈 兄弟们加油啊 呦 上狗鱼了 哈哈哈 完美完美 拍着呢 来 这是不是你的第一条狗鱼 爽不爽 哈哈 今天Gallen和Frank跟我出来一起游泳 这个米诺 非常成功啊 我们今天钓了多少条鱼了 超过十条了 狗鱼得 上 哇塞 这一条鱼把自己给缠住了 哎呦 跑来了 这条鱼真是逃跑专家呀 哎又来了 哎呦 哎呦 也是一条白板狗鱼 卡在树上了 哎呦嘛要把我裤子都弄湿了 啊 直接剪线了 搞不下来 它 线卡到上面去了 这条也不是很大 大概两斤左右 大鱼都不知道跑哪去了 今天钓的都是小狗鱼 刚才那条鱼 针扎得非常利用力 它一直穿到那个树干的底下去了 然后把我线在下面那个树枝里给绕上了 我是怎么都拉不上来呀 但是这个钩钩得非常的死 所以说它也跑不掉 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把夹子伸到水里面去 然后把线给剪了 然后把他们俩给取上来 我一般出门都会带很多备用的这个岛线 来钓狗鱼 50磅的岛线 不能少 我这里一袋全都是自己在家里做的这个岛线 来了 这条不小哎 上了啊 没事 来 好嘞 可以了 你就这么旋着 你先这么旋着 哎呀算了勾上了 勾上了 哎呀呀 完了 完肚子 你刚才怎么转的来着 啊 这样转是吧 我再给你转回来 可以了 好像出来了 嗯 这是个什么 哎 这条鱼嘴上有个钩 这条鱼嘴上有个钩 他把人家的钩给扯掉了 对正好帮他那个 帮他做个事 那我先来 先来摘这个钩吧 你看那钩好像我看起来像时间 直接断了它 我觉得你看能给它弄出样子 哎呀先摘你的吧 不错不错不错 哎呀不错不错 咱们继续钓继续钓 好 我放了 这条先放了 这条拉力我种鱼的时候 感觉就不一样 现在对米诺的信心有百分之多少 但我还是要买你那个耳 我觉得还是你那个耳豪实 我觉得 我再往下一点点 嗯 过着我 拿来 上 今天第六条白斑狗鱼 对 这个米诺啊 是我在水冷的时候 最喜欢用的这种钓狗鱼的耳 真是非常非常有效 你看我们今天钓了多少狗鱼啊 我的天 这是第六条 它们彻底沦陷了 这种米诺在这种冷水里抽停 真的这狗鱼完全顶不住诱惑 今天要让这些狗鱼彻底的见识到 什么是冷水中的王者鱼饵 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地方啊 就是前面这有个小溪 然后会入这条河 然后刚才在那边滑过来呢 这边比较窄 然后现在这边又比较宽 一般像这种地方啊 一般都是冬天藏鱼的 就是绝佳地点 上 哇 这条大了 哇操 这条拉力比较大 哇 这条大了 哇 上来了 哇靠 在这种冷水里面 没有比这个Megabus Vision 更好的耳了 在冷水里面抽停 模拟那种冰死鱼的状态 这种狗鱼是最喜欢的 每一个钓点 咱上了都不止一条狗鱼 有多少条 咱都给它钓上来 我的天哪 今日最佳 干嘛 放了吧 哎呦 我用这个耳钓了一整天 胳膊也是非常的酸 咱们今天一共钓了12条鱼 其中有7条白板狗鱼 4条黑狗鱼和1条大鲤鱼 今天的收获也是 我钓狗鱼以来 没有钓过这么多的 算是破纪录了吧 这个米诺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效 如果你还没有试过这个耳的话 我强烈建议大家去试一试 Megabus Max LBO 记得这个耳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播到这里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哇 这日落真是绝了 太漂亮了